所以現在差不多要邀請我們 去你家做了對不對 沒有 我們剛剛已經補完啦 要看我們它怎麼出來的米啊 我們要看那個台南16號 長什麼樣子是不是 這個門這麼... 好大喔 裡面都是米 第一次聽到米湯 好冷 冷凍庫啊 好冷 這個大概幾度 15度左右 15度喔 要把它出去收掉 對 再讓它把它出去收掉 所以它有特別去控制它的濕度 濕度 對... 那個稻補才會輸出 應該會激活 要去濕啦 這鐵好高喔 所以這裡面每一袋裡面 就是幾公斤的米 1200公斤 太大袋了 你裡面要偷不走嘛 這邊有比如說就是我們馬上 就可以看得到的嘛 或是最厲害的 哪一個 在哪裡 台南16號 台南16號 對嘛 對...這扳演的 我們米 來... 你包我的上面都有標示 去年得到 有第一名的第三名 全國耶 那我想看它長誰的什麼樣子 拿得出來嗎 終於要看到本人 這個是還沒有脫殼錢的 對... 所以這個就是16號 可是那我們要怎麼樣把它變成 一般我們可以煮飯的那種白米 對 我們總不能帶這個回去要怎麼做 要看到我們工廠裡面的機器裡面做 有堆高機器把它就印出去 好 OK 所以我們現在的工作就是要把這個米 運到脫殼的地方 好 要釣進去加工 是用釣的 對... 所以它要算那個 幫它是不是 那我們幫它用那個 1.2噸的米 我看過最大的沙包 對 好痛 其實我可以抓著 它就算把我帶回去了對不對 可以 對... 不是說妳還是要我做 對 妳釣進去就很難出來 那這個最高機會很難操作嗎 不會 很簡單 那我可以開開看嗎 可以 真的 它是手排 自排 自排 自排那OK啦 自排簡單 確定喔 確定 那機器壞掉 不問玩笑 就是機器的問題 對 機器的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看 試試看這個最高機 對... 對 小心 慢慢來 對 班長要活到小心 真的嗎 真的 這個1千2百公斤 聽說一倒落 要親要親多久 要親兩個小時 對 好 小心 好 倒退 先倒退 來 好 看一下喔 慢慢來 好 慢慢來 直... 來... 慢慢來 退 退 等一下我們在駕馴班 退 去哪裡... 撞到了 怎麼辦 馬庫 你打直就好 對... 我一定不知道 可以... 打直... 我不在這裡上班真的太可惜了 你現在在往... 對... 好 好 回正... 打直 要出去了 好... 可以轉了嗎 可以 繼續走 繼續走就好了 對... 轉過來就正了 不得了 不得了了 出師了... 可以來這裡上班了 不是出師了... 來這裡上班了啦 其實我覺得這個蠻容易的 跟開車一樣 只是因為感覺比較大台 但實際上蠻簡單的 是嗎 對... 不是 你跟他講這段話 他的眼神都在看那一台 到底有沒有事啊 等一下我們現在去看 怎麼那個年名 對 下一個階段 好 我們來看怎麼年名 走 怎麼這樣 怎麼這樣 對啊 他不是跟我說 看到這邊就好了 他怎麼自己又上車去 他就是很不告訴你 我剛剛開得很好耶 你剛剛那麼窄的路 這麼窄的門 班長都會留一手 有一些可能不能 妳這樣安慰自己正向一點 好不好 我們是年名 走 我們先跟著班長走 OK 我們現在要來看年名 對 你看16號怎麼捏出來的 巨殼 的糙米 然後的白米 白米就出現了 對 你們就可以帶米回去了 趕快 快捏快捏 好 走走 在哪裡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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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我們剛才糙米的 對 所以殼去掉第一部會先變糙米 對 然後糙米才會再變白米 對 所以從米糠變成這個糙米的原理 是什麼 它怎麼去 用擠壓的 擠壓的 對 用擠壓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 好 來 我們現在開啟了 已經開啟了 現在一直在運轉了 現在全部都是這種人 一定是機器了 所以我們剛剛內袋米 它就是會在可能最上面 然後把它倒進去 對… 類似啦 它等於是經過了一連串的滑水道 之後 最後 你怎麼都想要上方便的 類似這個概念 你看我是不是很懂你 接下來就會到我們 讓他看到紅色的那個地方 你可以倒下去 好 你可以把它倒下去 把它倒下去 把它倒下去 你可以把它倒下去 倒下去 倒米了 好酷喔 我們都看白米怎麼出來了 好 我們去看白米 好 我們去 來 白米在哪兒 真的變白了 變白色了 你現在出來了 這個 可以用手這樣 可以自然補充嗎 還是 是熱的 要酷的米是熱的 溫溫的 好酷喔 我有趣喔 還沒有 等一下 還沒有 這個是要低回去 低後下去 對 我們不能哭過四、五道 四、五道 這其中一道而已啦 我們去後面看 好 來 去後面 來 來 OK 來 往前倒 看 變更白了 超白 這個是洗米喔 這個是超級白的米 味道又不一樣了 完全都沒有了 對 它還有後面的 還有 沒有啊 感覺是小叮噹的口袋裡面 對 色彩鹹別雞 對 選完之後這個 這掉下來是什麼 不好的不良品 不良品 那這個不良品就丟掉嗎 你知道幹嘛 加工副產品 本來它是說 那我們想看一下 有樣子嗎 出來了 有了… 來 你看一下 會成熟的米長這樣 全部白白的 像若米一樣 這一台選完之後就可以了嗎 還不行… 還不行喔 還有 對啊 蟲吃掉的 壞掉的我挑掉 OK 它壞掉的長怎樣 一點一點的 黑黑的 一點一點的 有 真的有 你看 尤其像這個 很黑黑的很明顯 然後還有紅紅的 對 所以都是被蟲柱過的 對 上面有瑕疵的啦 對 所以這個柱柱跳完之後 就是我們平常要吃的米嗎 蟲柱 雙眼它都拿出來了 哇… 好漂亮喔 它的色澤真的是那種 很透明 很像白玉的感覺 對 真的是劍過 這個就是一般你們挑完 拿去超市賣的米嗎 對 是這種的 對啊 我們今天不是要找超市賣的 我們還特別來你這裡 幫你做了這麼多事情 我們要頂席的啦 我們要找米中之米 對 OK 我再加碼一台 挑點這台去更漂亮 隔壁這個 對 平常是不開的 對… 那現在就把它打開吧 好啊 加碼開起來 哇… 這裡是最早的 最頂級的 它去哪了 說實話 我看不出來哪裡不一樣 我看不出哪裡不一樣 我也看不出來耶 我覺得很好的 你可以走了啦 這是最好的 當然是看不出來啦 為什麼 那它差在哪裡 它的衛生收力 再把它挑更乾淨 確保每一顆都是成熟中的 最完美的 對 最飽滿的 所以這個這麼厲害的米 我們總是要先來試一下 才會知道這個米 到底有沒有足跡啊 對喔 不然帶回去萬一不一樣模範 是… 好 那我們就來吃看看 這個是不是真的那麼厲害 好 我們那個只是一天的縮影 他們是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覺得這個很難能可貴 然後我們也那一天 就可以體驗到他們的喜怒哀樂 終於到了我們這個節目的主軸 對 用來 開動吧 漂亮姐姐 我們要開動了 要開動了 這個就是剛剛已經煮好的 那個台南十六號 對… 對… 好 熱騰騰最新鮮的 你看 工作了一整天 其實真的肚子也餓了 真的 也沒有其他配料 也不可能會有和牛啊 還是干貝 不可能 有 有嗎 沒關係 我們還是嘗糖米就好了 算是蠻愛開玩笑的 對 好 那我們就來吃這個 台南十六號 太燙了 太燙了 沒有... 剛剛好吃溫度 你相信白米有甜嗎 很像加了那種糖 還是蜂蜜的感覺 加了蜂蜜的話你講得出來 不是 可是感覺上那個甜度 好 我趕快來吃看看 就是你知道加了不一樣的東西 但它卻是白米 不是 我跟你講 剛剛我在開始在夾它的時候 我就已經發現它這個好的米 跟一段感情一樣 怎麼樣... 有點黏 又不會太黏 你真的是感情很豐富耶 沒有... 我都是一次鍋飯而已 對... 然後我懂你那個甜味 它的甜味在你全部都攪 就是都吃到裡面 從口腔裡面散發出來 那個淡淡淡淡的香甜味 對 在這裡 我跟你講啦 我們這個委託人艾莎一定會有 回到日本的感覺 好不好 好 那我們已經驗證過了 準備把我們那個台南16號 好 不是 皇帳萬歲...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要拿這個 帶回去給艾莎 好 你跟艾莎說一下 艾莎你知道我的名 一定來上我 你女兒在旁邊 我跟艾莎來上我的名 我跟艾莎來上你的名 耶 耶 你會看到從一開始我們去查羊 然後我們去穀倉 然後我們看到每一個米 然後脫米 洗米 到最後產出來的白飯的時候 你會有一種很感動 會感受到他們的辛苦 然後你會不想去浪費這個東西 緊急事態發表 因為我們本來已經找到了 這個最好的這個米了 是 但是那個鮪魚 它覺得好還要更好 只有一個接近日本口味的米 總覺得好像還少了一點什麼 我們兩個要扮成異計嗎 不是 所以剛剛就在露廚中 就找到了一個這個 在1927年喔 日本工廠 日本工廠 流傳下來的醬油 因為日本料理會 最常用的就是醬油跟飯嘛 不會鮪魚是最想要取代 其他兩位當主持人 野心很強 這麼積極 而且我們去找醬油 艾莎就不會覺得 我們只是來搭醬油的 我們在混島油 對 我們混島油 我們認真要把你找起來 我為什麼要配合理書 剛剛我們回台北 我們就去撞撞看嘛 如果有就有了 對 挺厲害的 我覺得我們可以加一下這個 真的 我們就沖這一道 對啊 古早味 好不好 試看看 剛剛我就已經先透過 我花蓮的朋友 聯絡了一下這間老闆 真的 對 就這邊吧 對... 真的濃濃 日式風味 就是 那些店很棒吧 對 你說這個是老店 可是它有很新的感覺 因為它就是第三代了 許大哥好 你好 你好 兩位好 穿成近百年的腥味醬油 堅持古法釀造 菊菌的發酵過程 更必須耗時一年 這也造就其香味層次 無可取代的地位 一群百年穿透 堅持古法釀製的醬油 請你細細品嘗 腥味醬油第三代傳人 許環迅 不只挺過花蓮醬油廠的 鮮葉巢 還守住了傳統風味與品質 許環迅靠的就是堅持與創新 我們要完成這個 我們的藝人艾莎的任務 而在台灣也能吃到 最日本味道的感覺 所以那時候就找到這一間店 你真的找對了 因為台灣還是傳統日式 而且是地教室的 也沒剩幾家 那花東也真的讓我們這一家 用日式跟地教室的發酵方式 他講的是有驕傲成分在的 而且他越講那個笑容 對啊 我先介紹一個我們的基本了 它就是很傳統日式 它就是黃豆跟小麥去釀造的 然後我們釀造了一年之後 炸出來的第一道的醬油 所以它叫粗炸 你看360日熟成 就是剛剛我看到那個報導上面講的 你們的比較費工啦 要一年 一年 而且我們都是用整顆黃豆去釀製 所以這個是基本款 對 還有一個這是真的也是花蓮的特產 是我們用海洋深深水 去帶花蓮的水去釀醬油 然後它出來的風味也非常的特別這樣 對 你有沒有覺得 其實這個比剛剛那個更好啊 為什麼 沖繩是海島 台灣也是 他們連接的是 同一片海 沖繩的海跟花蓮的海 同一片 其實是同一片都是太平洋的啊 是不是對不對 對 黃蛋就是同一片 因為我們可能會配海鮮嘛 對 然後如果搭配一點那種海水口味的醬油 搞不好會更讓艾莎覺得 它回到了那個沖繩 真的 這個不錯啊 這不錯 但是我覺得還是要嘗一下味道 對 因為我們想要知道差別 哪有 這樣子 這樣子一點就好了 妳先含大概一兩秒 它的回甘就會出來了 然後妳就整個嘴巴都是醬油的香氣 跟它的那個豆麥的味道這樣 就是這個醬油 就算我直接醬油稍微沾著吃 它也不會讓你覺得 口腔裡面都是鹹味 對 它其實真的是 它是香氣大於它的鹹味的 對 對不對 對 是這個 它後面帶有一點昆布的 跟海鮮的味道這樣 來了 來 我們剛剛覺得這個很不錯的 它的鹹度是延伸的 對 而且會想把它吃進去耶 你彷彿真的感覺到 太平洋的海水 海風吹過來 對 有沒有 然後它跟這個醬油做了一個 很乾燥的 交纏 它其實你會不會覺得它的那個 味覺的豐富度更高 因為它除了豆麥之外 它還多了一些海洋的元素在裡面 然後你的層次感更高 然後覺得它內含更豐富的感覺 真的不一樣 老闆就是要我們講出那四個字 對啦 香 農 甘 醇 對 是不是馬上有這四個字在 真的有耶 真的有耶 真的不一樣耶 這個真的好 這個好 我覺得我們可以帶一組 它的禮盒回去 是 然後順便讓艾莎 然後艾莎挑勝的就是我們的 沒有 送給艾莎 送給艾莎啦 因為艾莎在台灣也能感受到 這種日治 日治醬油的手法 對… 好 那剛剛老闆也說 他想要帶我們去看一下 這個製程嘛 對不對 我覺得還是要了解一下 對…我們去看一下 我們就真的老闆看一下 OK 好 我們在後面看一下 好 這是什麼 這是黃豆上好渠 然後他現在培養兩三天 那我們還要做一個動作 就要翻渠 讓他們每個麵都可以吃到渠菌 讓它可以發酵得更均勻 對 我們現在應該要來幫你 翻一下這個渠菌嗎 因為我以為是像弄藏圓的樣子 對 它用骰的 對啊 其實它很簡單 它其實就把每個地方 先把它集中起來 集中起來 然後翻攪均勻之後 然後再… 這個煙霧瀰漫耶 我開始放 真的 然後再把它鋪平一下 再把它鋪回去 這個很容易會讓人家誤會 你沒有在做事 因為顏色很小 因為你翻完然後又回來了 翻完然後又回來了 結果會知道你有沒有做事 OK 對 因為它發酵的均勻 就是有做事了 好 那我這樣 你負責把它鋪起來 我把它鋪上 好 好不好 你看瑋瑜你在中間好了 你看我現在就是一個 是不是 很像貓屁喔 賢妻良母 這個跟賢妻良母有什麼關係 這個手把很好啊 好 有均勻嗎 沒有 沒有 這是什麼 為什麼 這是什麼 因為你只有把它放在那邊 其實你還要這樣 要有一點翻角 還要擺的 不是這樣嚕嚕而已 對 不是這樣嚕嚕而已 這樣子 好 好 不是你說 不是你說好 我想說應該OK了吧 那這個 下面還有步驟嗎 之後要下缸還要翻角 讓它發酵一年這樣 那現在有可以翻角 讓我們看一下嗎 有 我在影訊那邊看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翻角 老闆 我們現在來到這邊就是 地教室的發酵槽 然後我們這個是因為它是 挖一個洞 挖一個像地教的東西 然後它其實這個 這個都升兩公尺以上 所以如果一失足 就不得了 就可能 好啦 要請老闆幫我們打開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好 你看一下 現在長什麼樣子的 來… 那我幫你啦 因為這感覺滿鬆的 對 這個是一面牆的感覺 因為其實過來這邊慢慢就 好 1 2 3 好大一片耶 這一根不會就是要翻角它 沒錯 那我需要拿給你嗎 那我們現在請老闆來示範一下 小心喔… 它其實這兩三天就要翻角一次 讓它的發酵會比較好 很深嗎 我以為是釣蝦齒在測那個深度 好深喔 這個下去會滅頂喔 那它怎麼翻 你要把它整個拉下去 讓下面的發酵的黃豆小麥 可以拉上來做循環的發酵這樣 你看喔 而且很明顯 它翻過的就是新的 對 所以它這樣子就整個都要把它 因為顏色才會變 對… 那你這樣翻一缸 大概要花多久的時間 才可以讓它很均勻都翻到 大概都要30分鐘 它這個兩三天翻一次是對的 對 因為翻一次就要說起兩三天 你要不要去試一下 好 對啦 該讓大家知道我腰的能耐 來 好不好 好 下去喔 然後老闆說這樣嘛 然後呢 把它拉拉 是嗎 對 把它丟出來 很重嗎 你的手超抖耶 真的不輕耶 這個真的 你手臂肌肉線條都出來了耶 做解線就變健美先生 這個腰跟手臂的力量都要運用耶 絕對不放手給別人 老闆 突然覺得來到少林寺嗎 我已經特寫了 魚哥很少給我特寫的 魚哥特寫他的腰啦 好啦 差不多了 有帥到啦 在體驗過翻局和醬缸翻攪後 立東科衛魚 終於要邁向最後一個步驟啦 而究竟他們第一次炸的醬油成品 會是如何呢 好 我們現在來到這個最後一道工序 就是老闆說要把它這樣擠出來 把醬油給炸出來 沒錯 把豆瓣醬變成醬油的最後一道 然後我們體驗一下怎麼樣 把豆瓣醬變成醬油 這就是剛剛那個已經發酵好的 那接下來要怎麼樣 把它放到袋子裡 對 你倒兩匙進去 這樣子會太多 對 然後再來 再一匙 對 醬雞奶油一樣這樣 身為這個甜甜小吃店 烘焙王啦 得了了 我在疫情期間在家做了很多的豆漿 然後用力擠就可以了 其實古法就真的是用麻布袋 來...鏡頭比較近一點 有了... 有了啦 恰恰 有... 這比擠豆漿還難擠耶 所以以前古法就是這樣 純手工去弄的 對 它其實就用壓的 就用重物去壓 現在就是用機器了 用機器去壓這樣 OK 有了...我跟你講 你真的是 千萬不要辜負我魚 突然就會被炸出汁來 它這樣算厲害吧 算厲害 以一個女生這樣兇殘喔 好 稍微先放這裡一下 就是...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出炸的味道 那個香味 是耶 很厲害耶 真的是耶 一模一樣樣 真的是耶 好啦 我們了解這個 這個過程我們就會更珍惜 對 這個得來不易的這個醬油 然後也可以跟艾莎分享一下 日本傳統醬油的做法 對 我們就帶一筒回去 讓它在那邊弄一弄一弄 不太幸福啦 我們是要幫它圓夢 我們就買兩筒就好了 好啦 我們現在又收集到 這個神器了 對 對不對 我們就趕快回台北 好 來 打火車 開動小組是一個佣料理 帶給人們幸福的組織 了解艾莎的心願後 李董瑋瑜和艾莎媽媽私下聯繫 並取得了千田加不傳之蜜的大補湯食譜 並要在今天還原出來 李董瑋瑜這次任務的成敗 掌握在你們的手中 加油 這個是擺菜的那裡 就是這邊應該都是鍋底 然後 丸子應該要去那裡炸 然後就把菜放下去之後 依序下那些料 你用這個好了 然後我來先切這些菜 好 完裝物交給我 對 備料這邊湯的部分交給妳 對 好 所有的料都下去了 對 接下來就讓時間發酵 好不好 我們不是要讓時間發酵 我們要讓艾莎發酵 開始酵 好不好 伺候給她